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歡迎來到阿伯的手遊頻道 對 我還有一個娛樂頻道 每天晚上8點都會直播 那今天這一集影片呢我們來跟大家分享就是 第135天 課4000塊 然後整體的發育呢 來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然後 我們今天鑽石又累積上去了 要來 點一波 看我們現在會把這個資源花在哪裡 那隨著我現在機體強度越來越高 不知道是我歐洲還是怎麼樣 又掛到個正義之鎚 5000鑽賣掉了 真舒服 而且 上次呢我們有去掛這個 最新的圖嘛 瑞系體研究室 哇 很肥啊 很肥啊 掛一趟的這個鑽的鑽石呢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要再繼續的 來提升我們整體的 一個機體的強度 好首先呢我們先來開設一波吧 這上次有跟大家來分享過我們這個技能對不對 點下去的CP值呢非常高 我的頻道裡面呢有很多的攻略就是有關HIT2 那會怎麼樣去 評估 我的資源要怎麼樣去投資 那大家呢 可以去 稍微的看一下 我相信呢 對大家應該都多少啦 會有一點點的幫助 好 那本來是想說自己打這個技能書自己慢慢拆解 但 我先 差五個 先來點一下 想買這個斗篷 想買這個披風啊 先來點五個 12345 來 我已經衝了8次了都爆 已經是期望值之下了 對不對 已經是這個期望值之下了 我看一下 期望值是長什麼樣子 期望值 應該是要來到5次就要過了啦 我已經點到8次了啦 這是第9次了啦 該過了吧 真太扯了 各位觀眾 7 再 來 這點一次是很貴呢 哇終於過了第9次過 雖然很非洲 但是 至少是過了 大幅提升我們整體機體的強度了 舒服舒服 好爽喔 OK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提升我們這個收藏庫了 那以我現在機體來說呢 給大家看一下 我已經有算過了 我現在的最大輸出呢 差不多是1300 1300 也就是說我的這個 每下射出去的一個傷害期望值 是來到1300的 那怎麼算的呢 這個 其實蠻複雜的 很難一言以蔽之啊 那可能 光一集影片 就要算個 一小時了吧 所以呢 我就不特別 講出來了 那以這個 我輸出1300來說 對於我的 這個重點是什麼呢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喔 重點是什麼 我們要來算數學了 重點就是說如果我現在提升 1%的一個 傷害係數的話 例如說我提升1%的暴擊 但我的暴傷只有75% 也就是說只能多打75% 所以等於說 提升1%的暴率 就等於多了我 總輸出的0.75%的一個 傷害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提升這個 我們提升1%暴率的話呢 相當於 相當於提升多少的這個 數值 來 1300乘以0.0075 就可以提升9點的一個 總輸出 那我們把它換算成攻擊啦 這樣會比較好去跟 那個 其他數值來做個比較 畢竟說我們這邊 如果 我這邊忘記開了 拍謝 1300乘以0.0075 所以最終的答案是這個 9.75 這是 總輸出的部分 那我們要把它換算成 加攻擊 就是這樣會比較好去做一個計算 就把它換算成這個是 遠距離攻擊 那就要再除以差不多是2 再除以差不多是2 所以呢 1%的暴率對我來說 等於加了 差不多4點多的攻擊 這時候的暴率CP值就變得很高了 所以我們今天 重點呢 就是先來撐我們的暴率暴傷了 那麼機體整體的強度已經拉得蠻高的了 好 或者是來撐這個 技能傷害 增幅 這些是 目前來說呢 比較理想的一些 屬性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就是要撐的話 這個CP值是會比較高的 這個很便宜喔 這個很便宜喔 這個也便宜喔 但是這個沒有人賣 這是在哪裡打 怎麼沒有人賣 去剪一下白裝好不好 呵呵呵呵 幫忙剪一下啦 然後呢 這個 這個也是要去 也是 這個價錢還OK 還OK 可是 這個就是我 欸我這個自己有點點 這件應該是我賣的 199 看這個價格就知道是我賣的 那這邊要點出來的話 等於說要 再花個 20差不多花200鑽 200鑽如果我自己去拉這個手套 不然把5個全拉了 好不好 5個全拉了 來點一下 這個 加6 加6 60鑽 好像也可以接受 也可以接受 雖然還是有點小貴啦 那希望可以點到一個加8吧 拜託 拜託拜託拜託了 各位 各位觀眾們 加8來一下 加8來一下 來 點一個加8就好了 也不要求什麼了 對一個加8 喔靠我直接爆兩個完蛋了 完蛋了 完蛋了 喔喔至少一個加8 我是歐洲人 OK那我們也可以把我們這個原本點出來的這個斗篷 也直接給他弄上去了 哇 哇這樣技能傷害就加了1% 那技能傷害增幅加1%等於加多少的攻擊呢 我們來算一下 那技能傷害因為佔了我總機體的一個 50%的傷害而已 另外50%是一般攻擊 所以這個要先把他除以2變成0.5 也就說1300 要乘以0.005 所以他實際的帶來的效益是加了 總輸出的6.5 但是他在處理2 等於加了3點多攻擊 3點多攻擊我去提升的話大概花600轉 600轉 那這邊實際上呢 一件就是差不多算個200轉 那你才400轉 所以來提升這個技能傷害增幅的話CP值呢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OK 我們在找這個趴數的來提升 趴數的 對還有地方 還有地方 我們的這個收藏庫 我們的這個探險手冊 探險手冊這邊呢有這個也有趴數的一些收藏 也是很便宜 例如說像這個 一般傷害增幅 這邊呢就是花多少轉 1234 480 80加140轉 140轉 剛說0.5%等於加了多少 這個0.5就更少喔 我們算一下 剛剛就是那個再除以2就好了 剛是多少 靠腰忘記 1300 乘以0.005 出來之後呢要再除以2 那這邊傷害又更低了 所以要再除以2 這是一點多 一點多攻擊 那這邊是 80 80加 加這個 60 140 所以是OK的 是OK的 這也是划算的 對不對 划算的 我可以去拿這個攻擊傷害增幅 的部分 喔 它拿起來 來提升我們整體機體的一個強度 來 這裡的話 抗性的話就還好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征服 就這樣 被你 征服 OK 這個防禦 其實這個也是蠻划算的啦 對不對 我們可以去拿這個水屬性傷害 其實也是OK 40轉拿個水屬傷害也是OK啦 那接下來這個防禦的部分呢 就是 把個60轉拿一防 也還算不錯 但是 但是打架就沒什麼用 這對打架沒什麼用 一般 這個 一般的屬性呢 對於打架來說呢 是沒什麼用 但 對掛機來說呢 是不錯的 是不錯的 這些我們都拿了吧 這個那麼便宜 OK 那防禦的話就還好算 防禦的話這邊 要花多少賺 太貴了不要 OK 這個一般傷害成本 我們都拿起來 140轉加 這錢只還要先花個 40轉拿個地屬性 一般傷害增幅 OK 這邊再拿個 風屬性 風屬性現在用得到 我們去掛那個 瑞系體打那個 菁英就是風屬 不是風屬 讚喔 風屬性 好的 風屬性 漂亮啦 可以 一般攻擊力 不錯 拿 一般攻擊力很香啊 對不對 一般傷害增幅 拿 龐貓狗的東西 雖然沒有加在這個三維上面喔 但是他的提升呢 絕對不輸三維啊 有些人只看三維其實 落差很大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 會有一些 跟王團他們必須要看這個 三維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 那 還是得成 還是得成 我看一下這邊秒掉的話 拿個 一般攻擊力是要花多少 看一下 地屬性 地屬性要80 有點貴了喔 有點貴了喔 對啊 這邊就這樣子是有點貴了 這邊是有點貴貴的了 這個火屬性可以 一般攻擊多少呢 90 180 有點貴 有點貴 OK 那之後這邊就開始都比較貴了 都比較偏貴了 除非去拿到這個我要的風屬性的話 可能還算可以 靠這邊就70了 然後這邊120 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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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有點浪費了 完了 錢比較多 就有點隨便亂花 OK再繼續回來我們這個 暴傷 暴率的部分 來 看看 50便宜 喔 199 那暴傷的話 是等於傷害的幾%呢 我們現在暴率差不多是50%啦 50%等於說你加了1%的暴傷就差不多是加0.5%的一個總傷害啦 對就差不多加了0.5%的一個總傷害 那0.5%我們剛剛有算過是多少多少的這個 1.5%的1300 乘以0.0.0 0.5% 除以 2 我們把它記錄起來好了不然 一直重新算 呵呵 我把它記錄起來 0.5% 總傷 等於 3.25 攻擊 這樣我們就大概可以知道了 大概可以知道 所以 喔這個很划算啦 對不對 雖然說這個我想要自己點 但是又沒機會 算了直接拉別人的好了 我想說要自己來點的 都沒點過 OK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拉起來了 划算 你看 所以你看我現在這個機體都是來加這些爆傷爆率啊 是比較划算的 這個爆 爆率加1 爆率加1等於說加了差不多 快要4點的攻擊 那 可是這個還好貴喔 這個一個量也不多 點到加8呢 7 8 5 6 其實是划算的 是划算的 可是 也不划算 還好 還好還好 OK那這個就先 略過 等之後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盔甲 這個是沒人賣啊 有人撿了 一劍50 靠腰 50的話 可以啦 50的話點到 加6的期望值是幾劍啊 加6的話期望值是 2.5劍 2.5劍 250 然後另外兩個其實很便宜 那我們來 7塊賣 搞不好這一劍馬上過 點到加6 對不對 來了 1.6劍 6劍 1.26劍 3-6劍 暴擊率0.5% 有人賣 可是好貴 這張要點到加5欸 這個有點不划算 為什麼呢 這個要點到加5的話就代表說 我們要花多少錢啦 差不多要花300鑽 300鑽去加了暴擊率0.5 暴擊率0.5等於總傷加了 差不多0.4 欸0.4加了3點的攻擊 3點攻擊那張也是划算喔 3點攻擊的價值600 所以這個是OK的 只是我看一下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是OK的 有點硬喔 這個差不多400 所以也沒賺多少 等他降價好了 這個通常降的速度還蠻快的 先打個勾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 這個不划算 這個沒有賣 不是不划算 沒有賣 這個也沒人賣 這個加8看起來就不划算 這加8感覺起來就很貴 OK 下一個 屠殺者腰帶 這個已經降到87 以前一個400多 這個我可以自己做 OK 這個就划算了 對不對 暴傷 暴傷增幅的話 0.5% 等於0.025 0.025差不多加了1.6攻擊 嗯 好像也沒那麼划算 因為只要點到 還好 這是一個而已 喔 那就划算啦 1.6攻擊要200 差不多300賺 對我來說 所以這是划算的 這只要點到加3而已 是划算的 這個還可以自己做 可是需要那個 還是要買的好了 4賺而已 對不對 靠 他只有加5啊 不是 沒事點 沒事點到加5沒有人賣加1的 無情了 太無情了 去買個這個 看會不會抽到好了 太無情了吧 傻眼欸 來一顆 喔 有了有了 那我自己做 還好還好還好 笑死 笑死 笑死笑死笑死 來 所以呢 這個我們要去做一個 燃寶石戒指 其實可以等一下啦 等一下 但是我不想等 我最討厭等了 等待是很痛苦的 對不對 這個 這個就沒人賣 好 全部點到加3 加3 加3的話就便宜嘛 對不對 啊 這有加3吧 靠腰 呵呵呵 自己嚇自己啊 OK 就全部都加3啦 好 這個對我來說呢 對我集體來說呢 是划算的 OK 但小賺一點啦 好 小賺一點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而且這種 暴率暴傷這種東西呢 是 會一直 直線上升的 就是他的收益 是會越來越高的喔 隨著你的機體越來越強 他的收益是越來越高的 這個是400 欸 這240嗎 240 39 10塊 那這划不划算呢 技能傷害增幅等於 加了0.25% 0.25% 總傷是1.6攻擊 1.6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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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是300鑽 其實這價錢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先不動 可以把它勾起來 然後再下一個 暗影 短靴 沒人賣 好 技能傷害增幅1% 很多喔 但東西有人賣嗎 喔有欸 喔有欸 站站站趕快先買這個 這個先買起來 但是要加到5 靠要一顆中得了嗎 這個是可以做的嗎 不行 喔 這個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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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點到加5啊 不要鬧啦 怎麼就只有一個而已 一個點到讓我點到加5啊 拜託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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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加5 謝謝 耶 耶耶耶耶耶 OK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這個 80鑽差不多是100多嘛 那加了1%就等於加了3.6攻擊 非常划算 非常划算 這個技能非常划算 這個點這個非常划算 OK 欸不對耶 幹這100多耶 耗腰咧 幹這怎麼全部是媽那麼貴啊 這是哪裡掉的 瑞系體驗救室喔 蠻高等 不知道是哪個課長賣的 我們來點個加5吧 嗯 等一下 喔一個是4品 賬最貴 賬不要爆 靠腰 3.6等於說可以花600鑽嘛 對不對 600鑽 喔還好 所以我們花了 100 剛剛這邊是100 110 所以是差不多這樣算成120 120 差不多花了200鑽 現在200鑽再花了這個280 280 280 提升3點多攻擊的一個 期望值 OK的 划算 OK我們再看一下 還有什麼可以提升的 一般傷害增幅 喔這個100多而已喔 那這個呢 這沒人賣 沒有人賣就拿掉了 暴率 六十幾 六十幾 十 喔 買 划算 這加0.5% 這個我可以自己做 這頭盔王我自己有賣 我自己上週我就掛到一顆 不對掛到兩顆 賣掉了 哇 自己再買回來 罵浪費那個稅收 有沒有 但是我賣掉的時候是比較貴一點 這時候賣掉是稍微價錢比較好一點的 OK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個點到加3 嗯 怎麼還少一個的東西 這個我要這樣做 喔這個要 要這個挖哥喔 還要什麼 還要什麼 戰勝的虧張 靠腰這不划算喔 不要做喔喔喔喔喔 這用買就好了喔 生病啊 哇這個超虧 等一下 不要做不要做 不要鬧了 懶叫筆記腿啊 怎麼可能用做的 OK 可以把它塞起來了 爆擊加0.5 謝謝 再來 好爽喔 看戰力張慢慢的提升上去 就是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很舒服的過程 50 沒有賣 OK 接下來就不划算了 再來我們看這邊 爆擊率1%欸 還貴啦 一般增幅 爆傷1% 藍莊都沒人賣 這個貴了 爆率1% 這個爆率1%等於相當於加了 4點的攻擊喔 這個沒人賣啊 這罩沒人賣啊 攻擊力增幅1% 哇靠這鞋子有那麼貴嗎 我覺得這東西蠻便宜的嗎 置焰短靴 跟另外一個燃燒的是不一樣的 跟另外一個燃燒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加攻擊才大概加1.5而已啊 所以這個還好 欸沒有啦 大概加3點攻擊吧 4點攻擊吧 4點攻擊 這也沒人賣 好再來 哇這個後面這個是最貴的 爆傷0.5 大概只加了總傷 0.25 0.25大概加1.6攻 1.6攻這邊 這樣還沒合 1.6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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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先放著 1.6攻300鑽 好像算一般般 還有這個僵直抗牽 還算OK 還算OK 這個巴洛克戒指都沒有 燃燒常見 技能傷害增幅 技能傷害增幅 這後面都太貴了 攻擊力增幅 這都太貴了 爆傷 爆傷 這個可以喔 爆傷1%等於加0.75 等於加了差不多4點的攻擊 爆傷1%是0.5啦 差不多加3點多攻擊 3點多攻擊這邊200多 划算 好買 看不知道夠不夠買兩本就是了 迴旋斬這不是我自己有 好等一下 迴旋斬我自己有沒有有 喔我是重力迴旋 迴旋那個 不一樣 迴旋斬 迴旋斬 買兩本 這個是划算的喔 OK 耶 舒服 好再往下 再往下看 我剛剛是看到哪裡啊 這個是OK的 這很划算啊 哇這個暴力加1% 哇這超划算的 哇這超划算的 法夫娜頭盔 這個超划算的 這個好像也都很划算喔 等一下喔 我剛剛是看到哪裡 先把這划算的弄起來好了 這個 我自己點 哇這超划算 這要加5對不對 OK 加5 超級划算的 過 靠腰 爆一個比較貴 來 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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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靠腰 太衰了吧 這有點小衰欸 來 這個不用算 這個一定算的 有點衰欸 爆破爆貴的那一個 這怎麼還有一個加3呢 好爽喔 欸幹 太衰了 靠 章你也能爆喔 算了 不幸中的大幸 不是爆那個戒指 這期望值又低於期望值 恩 靠我了 我在喝飲料嗎 才能噴出來 我在喝咖啡 法夫娜頭盔是怎樣 跟我作 欸不是 這個 這個石像鬼斗篷 都跟我作對 是不是啊 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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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還是鑽啦 這個屬性 太香了 哇 誇張 這個有誇張到喔 最扯一點 最扯一點 哇 太扯了 OK OK 耶 這一趴太香了啦 這個怎麼樣都賺 再爆幾次也是賺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 性價比值得我們來提升的東西 剛剛到哪裡啊 剛剛是到這裡又有個 這個看起來是香香的喔 老妹喔 沒有這個混沌手足 聖土劍 唉唷 這一把就600多了 不划算 這個鳥妖戒指 唉唷划算喔 爆傷1% 相當於 0.5% 總傷3點攻擊 3點攻擊 差不多600鑽 600鑽 這邊就100多 這個差不多 這差不多200 200這個 差不多200 400 所以這邊也只要花400 好帥喔 也還好喔 先放著 少賺但也沒有到很賺喔 雙金 哇這個看起來就超標 欸但是 這邊 是暴擊率耶 暴擊率是0.75 但是 還是超標 這個便宜喔 這個便宜喔 那個3桶只賣21 好 先把它塞起來 喔這個 自己來衝 技能傷害 等於0.5的 加3點攻擊 3點攻擊這個 應該 點得過啦 看我要 這怎麼能點不過啦 全點了 全買了好不好 來啦 我可能點不到加8啦 對不對 欸是要加5還加8 加8吧 我可能加5 加8 加8 來 點...點過另外一個拿去賣 老樣子 老樣子 過 兩個 一個 哇靠 哇靠 哇 什麼鬼 太扯了 呃 嘩 嘩 咦 這台子有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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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了啦 靠腰勒 在哪裡啊 剛剛那個屬性在哪裡啊 怎麼不見呢 剛剛那技能傷害增幅1%的咧 靠太扯了 我剛不是已經有塞另外一個了 喔在上面 看太誇張 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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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5雙爆 好吧 算了 我衰 等於說我們這個是花了 380 等於花了400 400 400提升 0.5% 等於3點多攻擊 400 3.5 賺了 賺還是賺 只是呢 我想說要再衝另外一件來賣的 沒機會 沒機會 這個太貴了 這個看起來就沒了 這個看起來好划算喔 但是沒有混沌 沒有混沌手肘 這加8的應該都沒機會 這個貴 爆傷 0.5% 加3而已耶 爆傷 0.5% 等於3點攻擊 太貴了 他被先掛著 等他降價 等他降價 看這個 哇這個好貴 貴的東西 感覺差不多了 感覺差不多了 500 一般傷害增幅也差不多加3點攻擊 一般傷害增幅也差不多加3點攻擊 所以這個也算是期望值之內 等他 等他降價 這個也可以 這個便宜的嘛 這個是差不多了 看一下這裡 這個沒有 這個1000多 太貴了 3.5% 3.5% 3.5% 一般傷害增幅 沒賣 遠距離爆擊 感覺差不多了 感覺差不多 這個要加8耶 閃焰之弓 這個便宜 另外一個 這個可以喔 0.5% 加3點攻擊 3點攻擊 這個閃焰弓 我們自己點加5 一把 差不多80 80然後這把 自己點加5 差不多300 80 380 380加了3點多攻擊 算小賺 但你說到便宜也還好 然後這個藍焰弓 這邊可以自己開 這邊可以自己開 我這個藍焰弓 這個箱子還沒開 自己還開一個 全家5 這個什麼史詩蹄 什麼蛙哥蹄的 一把而已耶 靠腰 加5 一次過就好了 靠腰 過 哇 這樣就降低我們成本 可以可以 這個 這個 這個爆就虧了 可以打了 yes baby 來了 哇 我們今天提升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 戰力 龐貢貢 龐貢貢 雖然說我們提升的 都是看不到的數值 但實際上要有作用 對不對 作用要先出得來 這裡有個 我打勾過的 打勾過的 打勾過的 唉唷 看起來便宜喔 這一把 82 28 提阿瑪頭窟 這個 這不是可以自己做嗎 對啊 為什麼還賣那麼貴 OK 這成本非常便宜 這成本非常便宜 先看看下面這個 這個也是蠻便宜的 這個也是蠻便宜的 對不對 滅絕斬 這300多 然後拿到3點多攻擊 等於600多賺 這個也是蠻划算的 這個也是蠻划算的 先來用這個 這個做要什麼 80賺 反正加起來就超快要100賺 直接買比較快 OK 然後這個提阿瑪頭窟 28賺 我這邊有這個 防具 這哪個比較貴啊 看一下 提阿瑪特的 阿普勒長袍 看一下 哪個比較 開哪個比較值錢啊 提阿瑪頭盔是28 上衣是阿普 10賺 手套提阿瑪 價錢如果沒差多少的話 我們就直接做 提阿瑪 提阿瑪下庫是最貴的 提阿瑪下庫是最貴的 OK 提阿瑪下庫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收藏 恩 喔 有了這個 妹妹 妹妹 妹妹來了 喔 這裡有提阿瑪下庫這個喔 鳥妖戒指喔 喔 來開這個是比較划算的嗎 我們算這個划算嗎 90幾 差不多150 150 這個是OK 不然我們先來點這個 提阿瑪庫的 提阿瑪 這下庫 一發入魂 喔 看著這一發入魂 OK我們看一下這個提阿瑪下庫 我們要塞上去 然後這個全杖差不多價值200 差不多價值200 欸不用 150 150加這個200 350 350加1%的爆傷 提斯 還好 還好還好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下庫還能夠 去點什麼東西出來 先開下庫啦 因為下庫值錢嘛 先開下庫啦 再開一鍵 加下庫 妹妹畫畫啊 這個點到這個加3還蠻不錯 妹妹你要畫畫喔 好啊 妹妹畫畫 畫畫 這可以買一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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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提阿瑪下庫還蠻多 蠻多東西的 剛是點到加幾啊 我看一下 這提阿瑪下庫加的屬性還都還蠻不錯的 加3 近距離 近距離防禦啊 這樣得也蠻划算的 另外一個是免費的 等於說我花22鑽加了一個 近距離防禦 積胡 其實基本上還蠻多都蠻好的 這個褲子 再看一下它有什麼 防禦力加1 這個貴的 這個還不錯 肥包負重加50 對我來說蠻重要的 不用麻煩一直跑來跑去 可是怎麼賣貴啦 賣貴就不要了 以後再來弄 點個加8有地屬性額外加2 近距離防禦加3 天使核心 加5 加5有加防禦加1 好點個加5 點個加5 過 哇 我再開一個 沒有 我在拍影片 來 再來開 再開兩個褲子 你要畫畫喔 你要畫畫按那個BB咧 BB咧 你去跟媽媽 去跟媽媽拿 來我們這裡 可以點這個防禦加1 這邊很便宜喔 這邊很便宜 這個一件 20幾張而已 OK 就順便弄一下 我們這個 一些漏掉的東西 這個加2 也是蠻不錯的 可是 他給我漲價 給我漲價 就不想買 我們畫畫畫 這個 藍騎士 這個也是蠻便宜的 遠距離防禦 雖然說這個比較 我們畫畫 OK 剛剛去陪我女兒畫畫 那我們剛剛用到哪裡啊 好像有點忘記了 糟糕了 剛剛用到 想買這個 法夫娜 褲子 可是 被抬架了 被抬架就先不理他 然後想要來加個防禦 遠距離防禦 好像還好勒 其他好像也沒什麼 值得 不然先點加2 然後等他降價 OK 接著我們就要去點我們的 暴擊傷害增幅 接著等他降價 接著我們要來去點我們的 暴擊傷害增幅 對不對 提阿瑪 提阿瑪 頭枯嘛 這個是第二櫃的 還算OK 一發入魂 感謝 感謝 這個比較貴 一發入魂 過謝謝 靠腰啦 真的很衰耶 怎麼可以那麼衰啦 真的很酷耶 這件比較貴耶 來 來 衝過去 衝過去 這在暴震太扯了 太沒人性了 太沒天理了 這我自己做就好 一件應該就過了啦 不用倒兩件 不要浪費錢 還要賣完美 點到完美拿去賣 拿去賣 剛好完美 這是天注定 好不好 天注定 我們在幫這個做義工啊 畢竟說這個30轉 咋摳而已 我們就幫這個 課長做手工啊 手工弟 手工弟來了 哇靠腰啦 手工弟又在做手工了 來 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提升那個 強度呢 提升非常的多 還有7000轉 我們等下一集呢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差不多每一集呢 就花個3000轉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3000轉 如果你有平民有3000轉 我們應該要怎麼花 這樣子的一個系列好了 但是最近我比較歐洲 有3000轉可以拍一集 未來就不知道啦 未來就不知道 未來就不知道 有沒有3000轉可以拍一集了 好不好 未來可能都降成1000轉 沒有1000轉 該怎麼花 對不對 這個不錯耶 這個性價比不錯 這個買起來啊 這個OK啦 5%的話 加了3攻擊 3攻擊 100多轉 就是300多轉 不錯 性價比不錯 這都很貴的 這都貴三三 再來 資信 這個我覺得蠻便宜的 鋼鐵鞋子 這最好是要有人賣 這個其實 這加7就貴了 這加7就貴了 OK 差不多囉 喔 再來就是 這便宜 遠距離爆率 0.5% 相當於0.3 0.3差不多加2點攻擊 2點攻擊 這邊是200多 你說便宜嗎 也還好 但是還多一個 遠距離的一個防禦 好 就我們這一集花了5000鑽 我們這一集耗資 那個 大作 呵呵呵呵 五千鑽成本的大作 好不好 大家幫我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觀看人數夠 我們就常常來做 讓大家呢 一起可以把這個鑽石 花在這個刀口上面 看起來好像 欸還有耶 這個 170 170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0.5是加了 因為我們剛剛又加了很多爆傷 其實 就說0.5差不多 加了0.4% 0.4%都加了2點攻擊 2點攻擊這邊 200多賺 OK 可以接受 還有防禦 這個貴 可以先 把它給框起來 這也是便宜 這也是便宜 我們先拿這個 攻守戀 銳利之眼 鐮刀手鍊 這個好像我也都沒有 OK 這也都是便宜的 值得投資的 PVE爆率 對不對 0.5% YES 哇 我們的戰力呢 大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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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提升起來了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整個機體的一個強度 OK 首先我們現在爆率呢 是來到幾%了 這邊我們把它記錄起來 到時候要去來算 整個CP值的話呢 是比較OK的 135天機體 我們的這個 技能傷害增幅 38.7% 然後當然還有其他地方有增加 像這個 技能傷害增幅 38.7 這邊還有 技能傷害 5% 38.7 再加5% 43% 然後還有 我們的料理 對不對 這阿貝呢 全部都是有 算進去的 算進去的 這樣才能比較正確 這邊還有加了3% OK 所以 技能增傷 技增 來到了 46.7% 原本今天還沒提升之前呢 是41%而已 多了5.7% 多了5.7% 然後再來 我們的這個 一般傷害增幅 這邊40% 40%加上這邊 是 一般傷害增幅 這邊是0% 所以就只有40% 普增 40% 然後料理的部分 好像 好像沒有加到一般傷害增幅 我不知道這個料理吃下去 靠腰 他是有蒜在裡面還是沒蒜 還是他是分開蒜 就是吃下去他會直接加進去嗎 因為我看有些是沒有 但有些好像又有 就是這個爆擊率的部分 看一下喔 有辦法現在先不要吃BUFF嗎 不然我們先死掉 我們先去自殺 要去哪邊自殺 算了 這等之後再實測好了 之後再實測 所以我們這邊一般傷害增幅 普增是來到了40% 然後暴力呢 原本是34% 所以我們今天提升了5.7%的技能傷害增幅 然後6%的一個普攻傷害增幅 提升好多喔 好多喔 然後還有這個一個技能把它強化到加10 再來就是 還有我們的那個暴力 我們看一下暴力 暴力的話這邊是 0.5 0.5 然後加 38.6 38.6 加0.5 等於是39.1 然後再加遠距離暴擊 這邊還有7.9 所以來到了47% 47%這邊還有虛空暴擊 6% 哇加好多喔 然後再加上還有 我們的料理 料理是3% 所以是56% 暴力來到了56% 超多的 好 最後爆傷 爆傷的部分 我們這邊是 60.9% 這邊有沒有PVE爆傷 這邊有沒有PVE爆傷 好像沒有 沒有PVE爆傷 只有60.9% 然後這邊爆傷 是 爆傷是來到8% 60.9% 哇這題是蠻多的 60.9% 然後加上這邊 8% 68 我之前的爆傷是來到175% 他要掃哪裡 這個 10% 料理10% 這邊 這邊有10% 就是來到了78% 78.9%的一個爆傷 哇 雖然沒有提升到攻擊 但是 沒有提升到我們這個基礎的面板 但是我們的這個 技增多了5% 5%多對不對 技能傷害增幅多了5.7% 普攻傷害多了6% 暴率多了 我之前這根要有漏蒜 所以我這先不說 暴率來到了56% 然後爆傷也提升了 差不多將近4% 舒服了 舒服了 好那我們今天 欸我怎麼有消耗鑽石啊 欸 我這是買什麼東西啊 這不是不含交易所的嗎 我們剛不是幾乎都拉交易所的嗎 對啊 怎麼會突然有1600多 呵呵 哪來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呢 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的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下集再見 掰